所以講萬安出手了嗎 講萬安已經簽名了 就是要挺朱立倫 那這個當然 這個柯文哲跟朱立倫兩個人在 就貴賓了 在這個隔空互嗆了之後 這個國民黨真的蠻有政黨實力的 馬上拿出15個縣市首長 挺朱立倫方案的連署書 就告訴你 我真的有這麼多實力啊 我就是有15個縣市長 都支持朱立倫這個整合方案 不管是日本還是德國 我們就是要開始就戰鬥位置 走自己的路 呼籲民眾黨你趕快回應 那堅定的走自己的路 代表就是說國民黨 現在已經準備好 自己選總統了嗎 龍介 就是做最好的準備 那做最壞的打算 兩個黨都會這樣 就會那能談 其實因為柯P 他算是菁英中的菁英 那有時候菁英就會 157的智商 比較不會用對方的立場來想 他認為我能hold住一切 我能控場 那這個控場 那確實有時候會突出 那這個自己不一定理解 不過旁邊他也加入了 最近這一個多月來 加入了很多這個軍師 軍師 這個主戰派的人就越來越多 你說他身邊現在主戰派的人 越來越多 口頭軍師嗎 什麼樣子的軍師 就是越來越多朋友 去幫他出主意 你是說在媒體上面那些講來講去的 沒有他他都有接觸 他有接觸 那接觸的話 大家都想民眾黨想要極大化 他的政黨實力 這我們能理解 我們合作也是 藍營的設想 也是說要讓民眾黨有成長 而且讓他有更多的空間 這你不要懷疑 就是這樣 大家一起成長 對 然後這樣的話 那就大家 假如我今天我是科批 好 我就讓你選 我搭配你 但是我將來我這一打 我跟你講你這一打下去 我成全大局 你光是在政黨票 你可以拿到很多 拿到你比你想像的還要多 你就太好包裝了 而且整個六成的民意裡面 在如果你們真的用這樣合得來 然後將來談就是要談出談性 你有談性 那將來在主政的這四年 是以人民的福祉為依歸 來做基礎 那然後呢 未來的四年 民眾黨也可以歷練很多的 這個事務官跟政務官 從事務官裡面 你也可以拉拔一些人出來 然後你培植的 坦白講 執政是要歷練的 你沒有經過歷練 你看看民進黨多少這樣抓下來的 出槌的 出事的都是這些人 所以國家要穩定 還是要有長遠的人才培訓 那我認為這樣對民眾黨也是好事 而且就是說不要說讓 就大家把更多的民眾黨的人才 納進這個團隊 我想不會談不成 是可以談的 那當然是在疑念之間 柯認為說 我如果能拿到正的 你抓一支天還要還破一支 天對不對 那不可能 對不對 你已經贏 還要贏到什麼 假如四卡住 民眾黨最慘 我們坦白講 再來就三卡住 合 他就大贏了 所以基本上這一次民眾黨輸無可輸 他已經是贏 贏贏贏贏贏贏 已經坐在贏面了 對他本來就已經站在勝利的一方 但是我們要合作就是說你要設想讓人家一個政黨 真的他能夠成為第三大黨 甚至第二大黨 就是說他可以有很大的一個預測他未來有一個無限美好的空間 這你國民黨這個應該要做到這一點 我想我們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可是因為柯逼他的主觀意識也很強 他希望我可以整個都拿 如果整個都拿 我們不這樣想 你要了解 如果這樣的話 國民黨他要背負的包袱很大 而且就像國民黨的事實上他的基層 包括這些 這些15個縣市長有8個人要退了 對不對 他們的政績都很好 那你說將來他們一定會挺 所以在這個過程 那民眾黨也有很多優質的人才 如果大家都能進到這個政府團隊裡面 為人民做一些事 其實搞不好民眾黨可以推翻民進黨成為第二大黨 講了這麼多 跟國民黨和的好處 這個曾宇有心動了嗎 你覺得柯文哲這一念之間有可能 因為這樣種種的考慮而改變嗎 其實我相信兩位政黨的領導人都有他們一定的智慧 因為其實我在很多的節目都說大家要冷靜 國民黨的支持者民眾黨的支持者 柯文哲的粉絲們大家要冷靜 不要被民進黨給左右了 我一直做這樣子的呼籲 但我覺得其實是這樣子了 我聽到的一個說法是說 我們不可以讓民眾黨壯大 讓他們壯大了我們國民黨怎麼辦 那就有很多說法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龍介仙 這個肯定一定要帶領著國民黨 所以你剛剛說要讓他壯大的時候他非常的驚訝 他就出一個超級驚訝的表情 沒有 民眾黨的本質壯大總比民進黨壯大好 坦白講 因為大家經過你上下起手官商勾結 然後善用這個組織把國家的利益 該屬於人民的把它掏空 我跟你講這是很惡劣 國民黨過去坦白講有一段時間 人家說黑金是國民黨的代表 他也不敢像這麼弄 國民黨是把中華民國當成一個國家在經營 那你裡面縱然有一些官商勾結 你看民進黨是整個一條龍結構性的這種犯罪組織 我跟你說 你欠了什麼 如果你到台南的整個光電起訴的過程 拿出來看一看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結構性的犯罪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剛剛有特別講到說 藍營的15個縣市首長全部都連署簽名 我坦白講我們不會覺得說他是要壓制柯文哲 我們不會講這麼威權的方式 因為看了沒有壓力嗎 我覺得這個就是他們展現肌肉的時候了 我覺得這當然也是 因為坦白講你真的要面臨大選 你必須要集結更多的朋友 你要集結各種可能性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15個縣市首長 他們有這樣的簽署 我覺得那也是對於黨的表態 那這是必要的 那只是說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就去左右柯文哲的想法 我覺得倒不盡然 我覺得這個倒不會有失職的影響 但是對於黨中央的表態 我覺得是有這個必要的 因為免得說到時候說 你們怎麼沒有表態 怎麼又出現了問題 你這個是換位思考嗎 是啊 不然他跟我們說 他說會啦 最後一定會合 這樣是什麼意思 我還是樂觀其成 因為我相信順利 順利六成 不到最後關頭 不到最後關頭 會啦 最後一定會合的 那是很久以前 這中間發生了這麼多事 不會啦 我覺得還是我們 還是有各政黨 還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們還是 我覺得至少有共識 這是我們國會席次最大化嗎 這應該是沒有什麼 大家還要再去 沒有啊 總統沒有談成 後面國會就不談 沒有 朱主席他是特別說 那個是站台問題 但是國會席次最大化 這個我相信是兩黨有共識的 你要有執行方案 你才有可能所謂你們的最大化 就是說我們中間這些都不執行 然後我就躺著就變最大化了 所以萍姐你看 是不是之前就有些名嘴就說 你們那個日本模式 六十九對十一 你民眾黨你就提滿六十九 跟他拚啊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變成是說 兵容相對 沒有這個必要嘛 我們今天還是要講了 我們要順應的是六成五的民意 我們希望可以政黨輪替 我們希望可以上架聯合政府 這個是我們台灣民眾黨的目標跟方向 當然柯文哲也直接說了 未來 喔你說 譬如說我們要退聯合內閣制 台灣民眾黨也不可能整碗旁 這個是柯文哲直接在媒體上有講過 你應該也知道嘛 所以我覺得集結我們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不到最後一刻我們是不會放棄的 所以我覺得啦 兩邊的領導人都有他一定的智慧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說了最後一個 兩個政黨今天要合作 一定是要在一個民主 而且公平正義的前提之下 如果今天的合作是沒有所謂的公平正義 或者是說又像之前 那個侯市長然後跟國台銘這樣子 那當然大家就會覺得你造反有理 那不需要留這樣子的破口出來 讓民進黨來攻擊嘛 所以我覺得啦 我們還是要盡最大的力量 也許在這一週 也許我們再集結更多的思維方向 因為其實坦白講 我們現在內部了解到的是 合的聲音 它的負面聲量已經超過於不合的地方了 你說現在這個藍白的基層都已經覺得不要合了 其實兩邊你看嘛 就我覺得也許真的是 不是民進黨挑撥 就是你們自己互貌 所以我才說啊 就是真的不要像當年 大家記不記得國慶和當年為什麼會失敗 民和暗鬥嘛 這不就是實力嗎 如果說我們又把二十五 二十幾年前的東西又套回到現金 又是一樣的狀況 那是不是這百年政黨 它這麼大的運作機器 結果還是走回老路 這個我相信不是大家希望的 所以你要知道 二十幾年前的選民結構 絕對是藍綠 壁壘分明 但是二十年過後 中間選民開始變成是三分天下的狀態 我們是不是要考量中間選民 而且同時沒有政黨色彩的支持者 他的角度 我覺得還是要比較往後退一步啦 我覺得兩個政黨的領導人都一樣 往後退一步來去看 什麼樣才是真正能夠上架聯合政府的最好方案 我相信不管今天是主主席也好 或者是我們柯主席也好 我相信都還是在討論當中 那當然各自 你覺得還沒有過局 還有機會活著 我覺得還有一線生機啦 還有一線生機 還是繼續努力啦 不過這個兩邊的主戰派都很高 高漲 因為剛剛曾宇也說 現在藍白的基層 對於要核或是不核 現在好像不核的聲音 乾脆自己打自己的聲音 已經開始比核要多了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大氛圍的改變 主戰派說 黃珊珊應該算主戰派吧 說這個禮拜都已經安排好 柯文哲跟副總統候選人拍照了 所以副總統已經找好了嘛 對不對 然後朱立倫這邊呢 當然也有要走自己路的準備 那沙家喊的現在比較大聲的 叫做侯涵配 所以呢 韓國瑜跟侯友宜 最近造勢會場是常常都黏在一起 沒有錯 但是會有配在一起嗎 另外當然媒體還點名了 之前的管忠明 盧秀燕 柯知恩 李貴敏 那這些都被否認 那侯涵配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黎鳳 其實我覺得侯涵配對於這次侯友宜 後續的這個民調是有積極成長的 因為後來這個開叉 就黃金交叉之後 完全就是因為本來掛在柯P下面 深藍的還有十幾趴的 通通回歸到侯友宜這邊來嘛 那這就不是民進黨說 我們幫你罵柯P 然後你們就回來 當然是柯P嘛 你們不會笑的 你們都算不贏 都是柯P的 柯P的EQ加IQ就是200 然後你扣掉IQ157 那你就可以知道他EQ有多少 所以這一波你就不用怪什麼 不會生小孩牽拖把人這樣子 所以說我覺得說你這個東西 所以內部對於韓國瑜也是高度的這個肯定嘛 因為他的回來之後把生亂的票通集中回來之後 整個這個侯友宜的支持度在這個國民黨的集中度從六成多提高到快接近八成 這是七十七七七七七六啦 左右快八成嘛 七十七跟快八成應該一樣嘛 四神五入那是八成了啦 好像有最新的有到七十九的樣子 對 沒有 你要六十六波是七十七啦 那所以說你就可以看到說他已經增加一成多 所以這個整個民調上面他就往上往上走了嘛 所以說韓國瑜來講 其實今天有人問李乾隆 你覺得說這也不錯啊 聽李乾隆的意思好像就是韓國瑜了 因為盧秀燕是主要是兩個就會落跑變成落跑的市場 這不太可能嘛 管中平已經說他不要了 管中平他不要嘛 那柯智恩也不 他跟他說要回去選高雄嘛 對 柯智恩也不要嘛 那李桂銘他們可能覺得他沒有那個 就是如果你要比氣勢的話 當然韓國瑜造勢造得比較好嘛 那周開聯的部分 那大家已經知道了啊 對不對 那個侯友宜那天開機會 不是就幫他們宣布了嗎 我聘機明明就已經傳托完 你們一下子去找姓郭的 一下子去找姓周的 那不是就周開聯嗎 侯友宜已經幫柯文哲宣布了 對 而且周開聯他個人的那個宣傳照 據我瞭解啊 也開始在拍了 所以黃珊珊說要合照 是周開聯 對 就是周開聯嘛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你現在談不談到一個僵局 兩邊要不要準備 當然兩邊都要準備啊 真的不可能到最後關頭啦 對 最後關頭 11月20號去登記了 還是破絕階段 那我總不能都沒有照片貼出來嘛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已經在準備 大家也都知道心中的這個搭棒 可能是誰嘛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只是說你到最後到最後 所以我勸你們如果要合就趕快 然後要測也趕快 因為你們也要拍合照 那我不要說 其實現在還沒有合之前就開始吵 合之後也是開始吵 每天吵不完 那比呂秀蓮跟那個陳水扁的那個 那個什麼副總統的這個聲音 十分倍還大 那時候這個全國看戲 就看得很難過 好 這個最後關頭到底是哪一天 那到底是11月20號 還是11月23號 那現在呢 如果真的要撐到那一天 這所謂的各種的配法 都會有來不及的這個狀況 到底侯涵配有沒有可能 我們先進廣告 再請龍介來分析